孙策手下会骑站的只有两个会骑射的只有两个人啊哪两个人知道吗孙策势力里面现在会骑射的明确记载的只有两个人哪两个人会会会骑射知道吗我看评论区知不知道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多一个都没有啊太子词韩当对为什么太子词韩当会骑射呢因为韩当是幽州人是边疆人啊为什么太子会骑射呢因为太子词避难在幽州看到没有理解了吗啊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孙策军压根压根士兵和将领会骑站的很少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孙策要攻击许昌啊他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是什么有知道的吗缺陷是什么没记载成普会一次会也许会但没有记载没有记载嗯没有记载嗯为什么远对远啊远啊远啊 远哎补给对战线太长这么长的战线补给补给线怎么保证而且他又跟元树闹掰了他面临还没饭吃对吧他打天天打压江东士族抢点饭吃啊在这种情况下在你的你的股东你的奶妈不支持你的情况下你要长途跋涉 从苏州打到许昌这么远的距离怎么保证补给线怎么保证补给线啊这不是一个你想打简单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一听就极其不靠谱你极其不靠谱啊对吧如果说你有强大的奶妈那也许还能搏一搏对吧奶妈又不跟你玩所以孙策这个话说的呀就站在战略的角度来说就极其不太可能啊极其不太可能对吧对吧你要有这本事对吧你先把 把江林打下来你先把陈登打下来的你连那都搞不定呢张口我要打许昌为这个呢就有点太扯了太扯了你有雄心壮志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对吧但是这个这个目标是目标现实是现实啊对吧对吧而且你们境内哎如果孙策去打了真的孙策出兵了啊真孙策不知死啊就那么长的补给线我也去了请问孙策孙策的境内还有一个什么大的风险 如果孙策一旦走孙策一旦走孙策境内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强大的不安定因素是什么是什么是啥这个不安定因素是啥嗯太扯带太扯去不就得了吗还有啥嗯还有啥嗯嗯是读哎善悦对对对那善悦你想历史上后来陈登不是这帮人又是策反策反江东的善悦吗你压根 就没有彻底征服山岳啊所以孙策并没有彻底征服整个江东山岳依然存在依然存在所以孙策麾下的大部分猛将都当了啥都当了县令都都当过县令啊你像蒋青啊黄盖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叫叫什么贺奇啊贺奇是主要负责打山岳的啊对你看那个那个那个孙策跟周太不就是被山岳进攻了吗你还有山岳的问题没解决所以你面临着这么复杂的内部 矛盾你还扬言要去打许昌这个这个就属于口嗨呀我感觉属于口嗨呀嗯嗯好继续看啊引起哈盐帝啊孙策秘密整顿军队哎部署将领还未行动时恰逢他被过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所杀害这事之前孙策杀了许贡许贡的小儿子和门客逃亡隐居在 在了长江边孙策单人独脐外出突然与许贡的门客相遇门客激伤了孙策啊这就是孙策遇刺事件嗯好这里面有一些陪助我姐把这陪助讲一下啊在这之间有个陪助啊陪助讲一下陪同志根据无路记载说当时有一个名叫高代的人 隐居在于瑶县啊孙策命令外出担任会计成的陆昭去迎接他孙策用谦卑的态度等候高代的到来孙策听说高代精通左传啊精通左传就自己玩味送席啊就就自己玩味的他也读他也读左传准备与高代呢谈论谈论啊 有个人呢对孙策说高代认为将军您只有英俊勇武而已没有文章博学方面的才能如果你与他谈论左传啊他有说到啊他有说不知道的地方那么他说的话就不符合了啊他很精通如果他跟你聊他说我不懂那就那就他在骗你又有人对高代说孙将军的为人厌恶别人胜过自己 如果他每次发问你应该说不知道才能符合他的心意如果你对每个问题都对答如流这样你就很危险了高代认为这个人说的是最说的是对的等到孙策与他讨论左传时哎对有的问题他就回答说不知道孙策果然发怒认为高代轻视自己便把他囚禁起来高代的知己好友以及当时的人哎都坐在矿地上请求为高代求情 孙策登在高树望见好几里地坐满了人呀孙策厌恶高代收得民心于是杀了他好这个故事呢通俗讲很简单就是孙策很向往文化人听说有个姓高的文化人很懂左传哎就请了要跟他聊聊然后呢孙策呢跟他聊呢就问问题那个人就说不知道啊孙策呢就觉得这个人呢是故意看不起自己事实上呢这个人呢是觉得如果他比孙策强 怕孙策害他结果呢孙策反而认为你看不起我就更生气生气了过后呢就把他囚禁起来然后呢一堆民事呢一堆老百姓呢就为这个人求情孙策一看这个人这么获得民心暴怒呀直接杀掉哎前面不是说孙策是一个很幽默很豁达很能听到别人意见很得民心的人吗哎为什么这里的记载和之前的记载不一样了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为高代求情高代其实死不了啊孙策有一个逻辑就是得民心者我必杀之谁得民心我杀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孙策在江东不得民心人缺什么就想要什么尤其是看到我没有别人有你懂吗我不得民心 这个人竟然那么那么得民心大能留你吗哎请问同样一个类似的死法的人被孙策杀掉的是谁是谁是谁啊还有谁是同理就因为太得民心了老百姓和民事都跪下来求情孙策暴怒鱼鸡哎鱼鸡对鱼鸡跟高代的死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孙策的逆铃逆铃就如果你穿越 越到了三国切记切记啊到了江东你一定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出事了你一定告诉你的好友们千万别来求情求情的人越多啊你越可能呃越可能挂啊你不求情等孙策的这个气消了啊孙策觉得你就不过如此嘛你也不是啥了不起的民事你看我把你抓的都没人来求情哎你反而能活命记住啊记住啊记住啊千万不要觉得 别人变得为你求情的人越多对你越好这是个反向操作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孙策的脾气啊就他是一个内心比较自卑不能看到别人的人的人气超越啊理解了吗就现在的话说就是你的粉丝不能比我多知道吗知道吗我有权利哎你的粉丝敢比我多那你完了那你完了你的粉丝越多我我越郁闷啊对吧你怎么能粉丝比我还多呢这就是孙策 懂了吗所以你想但凡孙策要是民事出身哎但凡孙策那啥对吧如果真的像孙武之后呀在江东极度得民心的话那哪会这样吗对吧他不就是出身低吗就好多人说孙策祖上那个孙忠搞不好的瓜农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就是你越你越怕什么你越越担心什么就越来什么哎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孙策和这个高代 他们俩聊的内容不是论对吧是左转这是为什么嘟嘟的什么声音没懂什么嘟嘟的为什么一定要聊左转左转哪里特别为啥为什么孙策别的看不上都一定要要来要来要来读读左转为啥左转是啥意思怎么就不一样了怎么就高升了 哎对当时流行的是经学是经学是经学啊经学里面的这个标志性的作品就是左转所以当时大部分的人都爱读读左转你比如关于对吧有记载的理点对不对江维杜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哎就是就是有的是真懂你不要杜玉杜玉是人家真懂 人家给左转对吧呃做著啊做了能不能变成能靠这个静文庙静文庙你像关于呀理点呀对吧他可能是像江维呀对吧他可能是这个这个这个需要啊需要跟分证明我不是一个纯武人证明我不是纯武人所以呢孙策呢就是属于他真没怎么读过啊真没怎么读过但是呢他要证明啊自己也是文化圈的人啊 复庸风雅雅所以我也得给你们聊这个 那聊这个他又不是真懂啊 就这么个问题 就挂了 看看后面有没有有价值的 这关于高带还有几句话啊 关于高带还有几句话可以聊一聊 啊 高带自孔文是吴俊人啊这个聪明通达啊清才众义他对奇特的世人很有好啊就是世人圈子的嘛他喜欢和没有显贵的人交往啊 所结交的好友有八个人都是当时的智能卓越的人 吴俊太守圣献任命他为上纪利啊推荐他为孝莲 许共前来统领全全郡啊全郡的时候高带把圣献藏在了许昭的家里避难自己前往向陶谦求救 陶谦尚未表达允许施救高带就尽心啊就竭尽心力流出血泪水米不尽 陶谦被他的忠职豪壮所感动 认为他有这个古代啥啥啥的大意啊答应帮他救援圣献 陶谦写信给许共高带拿出陶谦的书线回归 然而许共已经把他的母亲囚禁起来 吴俊的人都害怕担忧啊 这往下拉点 吴俊的人都害怕担忧认为他与许共有救援前往必定被杀害 高带说给军长当手下就要尽心尽力 况且母亲被关进牢房期盼着他尽快回去 如果获得相见事情就能自然解决 于是书信自行报告 许共当即与他相见 他的才能言辞敏捷 灵敏快捷 积极主动承说道理并且道歉 许共立即把高带的母亲释放了 高带在见许共之前 就对好友张允还有这个审查说 我们预先准备船只 因为许共必定后悔 要追赶区 要追逐驱赶他 所以高带一出来就把母亲送到船上 改道逃亡 许共不久后派人来追赶 命令追赶的人如果上船 就在江上杀了高带 如果已经逃上江 如果已经逃走 就停止追赶 追赶的人与高带错过了道路 于是高带幸免遇难 高带被孙策杀害的时候 年纪是三十多岁 这就说了高带的事 这是个小插曲 就是解释一下高带咋回事 好高带完了 高带完了 后面继续有 高带完了 所以你看出来这个许共 他也有问题 据江表传记载 当时有一个狼牙人 名叫鱼吉的道士 请问请问还有谁是狼牙人 有名的还有谁是狼牙人 狼牙人谁比较出名 除了鱼吉是狼牙人 或者说鱼吉跟谁是老乡 鱼吉跟谁是老乡 祝葛亮 祝葛亮 最先是寄居在东部地区 在吴郡和会计郡之间往来 建立经舍 就是指出家人修炼的场所 焚香阅读道家的书籍 制作符录 焚化于水中给人治病 请问史书里面还有谁 是烧符纸 融入水中给人治病的 好